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美国国家运车安全委员会派出多个小组 调查印尼新闻齐航空公司飞机聚落原因 目前至少已经派出两个小组收集飞行员对话资料 另外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说 已经确认两个俗称黑合的飞行纪录仪所在位置 官方期望尽快取回合合 搜索人员在亚加达对开一个群岛附近 大约23米深的水位 发现部分客机残骑 当局又发现部分人体残肢通移物 总统助科维多多对悲企表示深切爱道 本港曾新增31宗新型怀疑确诊个案 本地个案自28宗 其中9宗感染源头一名 另外有30几宗初步确诊个案 港岛小轮公司4名员工确诊或者初步确诊 或者曾经驾驶多条红线 另外中9龙岗线隧道工程家6名工人转为确诊 红磕仪和园护导中心 一名家女护理员初步确诊 31名院友同15名员工 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到检业中心隔禮 社家庄为防范新型肺炎却散 所有农村和社区实施闭黄管控 连同轮近营台群众已经实行居家防控 新华社报道 社家庄家快递员工陆续复工 确保当地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其中一间触递公司的快递员工 前日到指定核酸检测点 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 持有阴性证明员工昨日全部上纲 为保障安全 在社家庄的转换中心 进入单位的人员一轮要戴口罩 数码、測温、恩忌 所有的快捷 能够消毒 组组场所和前地液体 百分百燃湿台消毒 河北增加40宗新型肺炎确诊 全部在社家庄 其中26宗列为无症状感染 自1月2日以来 河北累计223宗确诊 本地无症状感染的161宗 北韩领袖金正恩被推举为 劳动党总书记 韩联社引述北韩潮中社报导 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 决定推举领袖金正恩为劳动党总书记 但是韩联社报导 金正恩的妹妹 曾经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取第一副部长的金与证 不单是未有被选为政治局候选委员 亦都没有列入劳动党部长名单 财经消息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755 日元104.05 瑞士法王0.887 加元1.272 人民币6.476 英镑对美元1.353 欧元对美元1.22 欧元对美元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 伦敦金会当时卖入1646.64美元 卖出1847.63美元 天气方面 东北贵后风正影响广东云岸 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0度左右 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寒冷凍非常干潮 大致多云 一间部分时间天性明朗 最高气温大约14度 吹和闻至清净隔天北风 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天天晨干燥 天气持续寒冷 根据星期后期气温回升 现在气温是11度 相对收到4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 同寒冷天气警告厌制成效 大致多电台新闻的报告月份